張青山 你何時才不起來 我要讓你的好朋友送來 救殺人啊 我讓我 那你 那個小夏 我嚇死 張青山 送領囊 送領囊 我有一隻 送領囊 刀长不问我是谁 为什么受这么重的伤 你不说 我又何必问 刀长又要去演练 烧烧我妈 不行 你一开口我就笑 我一笑 欠就不稳了 我保证这次绝对不说话 你嫌弃我妈 刀长 春娇知晓且张扬 晚额冬情是不自知 不愿意说话也不想 说话也不想 说话也不想 但几乎说话也不想 这些日子 我们是不是隔几天 就会出去杀一堆邪索 要不是舌头都被我挖没了 他们一会放声大哭 喊着 绕 小星辰 这件事 从一开始就是你错了 你不应该插手旁人的是非恩怨 谁是谁非 恩多怨多外人说得清吗 为何又要阻拦我呢 为什么要爱我的事 为什么要帮长家一代砸碎出头 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下山 你搞不懂这世上的事 那你就不要入室 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小星辰 一事不成 一败徒弟 你咎由自取 你自找的 人生的路线 是谁 风空 小星较着名字在新宋 从前有个小孩子 他很喜欢吃甜甜的东西 但因为没爹没娘也没钱 常常吃不到 有一天 一个男人过来 让他去送信 并答应给他一包糖 可没料到 苏信者是男人的仇家 也狠狠地揍了小孩一遍 小孩被打得很惨 不过只要有糖 他无腿 只为无名少年浪 是谁沉思起 却不知所想 小星辰道争 你想知道 我这根手指是怎么断的 那个小孩子 实在太想吃那个糖果 他拼命地追上车 可那男人一把躲过 车夫手里的鞭子 愁在他头上 把他抽到在地 更好 车夫就从他的手上 也可以跟进阳了过去 那个男人 就是长平的父亲 的手流放 突然虚猛只是假装 无事最硬欠伤 无事过重量 无事过重量 要不是在长平的记忆中 看到过小星辰真正的样子 我真要坚信你是小星辰 为谁独作成一步 我想让前辈你帮我一个忙 一点小忙 你应该清楚 我这儿是救不回来的 我不清楚 我不管 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 你经常这样潜入所难吗 当然 我生油盲啊 虚无梦朗 生死理解 变成狂妄 你不配 你不配 不曾想那时火从天桥 念断天真少年所有善良 不曾想在箭手中 上折腹着轨迹化作伪装 哪怕无心草 漠视传笑 也能落水花泪流人情绪 人生万不知 倔强 偏执着等一个人 倾口惊风 怀怨来烧 能允许诺定心能靠 又是执念 却已影响一生 如今的你上座安好 不必太沉玉玉过去 我并没有沉玉玉过去 只是那糖快吃美了 但我忍不住 又想起了以前吃不到的时候